7月8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会上 再次敦促北京释放大陆著名法学家 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 蓬佩奥表示 北京害怕自己的人民自由思考 多过对外国敌手的恐惧 蓬佩奥还说 令我们心感不安的是 本州得知中共因为许章润 批评习近平总书记的镇压政权 和中共对中共病毒大流行的不当处理 而逮捕了他 他应该被释放 他只是讲实话 他应该尽快被释放 7月7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·奥塔格斯 在推文当中说 中国因为许章润教授批评中国领导人 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加强意识形态控制 就将他拘留 对此我们心感忧虑 中国必须释放许章润 并确守尊重言论自由的国际承诺 请不吝点赞 许章润